《狗》這首歌其實有少少是貫的延續版 最主要這首歌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大家每一個人做出選擇的時候 都會出現很多不同的誘惑 但是大家選擇的結果 就要取決於大家善或者是惡的個性 最終是想告訴大家 其實我們每一個人做的選擇 大家都要自己承受的後果 這個就是我想告訴大家的訊息 這次MV其實是圍繞一個善和惡的主題 其實因為這次MV都是說九尾狐 所以就會出現兩個造型 有黑白和分別代表善惡 一開始的時候可能是說 我突然間發夢 很多人說話 很多訊息出現在腦裡 令我自己很混亂 很困擾的情況 但是夢醒了之後 另一個我就出現了 所以其實最主要是想告訴大家 一個人多善良都好 都一定會有少少的陰暗面出現 多壞的人都會有善良的一面 所以都是想告訴大家 是有少少延續半的故事 世間不是只有黑白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坦誠地面對自己 去找回自己真正的善和惡 去面對自己 張繼聰前輩幫我作歌 是因為卡叔叔 一來可能卡叔叔覺得 Lewis他比較 可能作的歌比較合適我 或者是他們可能私下聊天的時候 都可能有一個這樣的想法出現 所以最後我收到Demo的時候 都很驚喜 因為我自己都沒想過 張繼聰會寫歌給我 所以是有點驚喜的 而錄歌是真的比上次半鐘更難了 我本身以為 Vers的地方是最難的 因為唱Vers的時候 歌詞很密 然後咬字方面要咬得很實正 才能聽到在說什麼 誰知道難的是chorus 難的原因是 因為我要唱出那個味道 因為卡叔叔一直都覺得 那個所謂的氣不夠 所以一直在針取那個氣的時候 我記得我第二次錄音的時候 錄了兩個半鐘之後 聲音完全是沙了 唱不到 可能我捉不到那個力 或者找不到那個feel 一直勉強唱 然後就變成這樣 然後第三次的時候 終於找到那個feel 然後又是順利地錄完之後 其實在中間有一些 What should I do 這些比較低音的位置 因為剛好是我本身的聲音 沙了之後 然後再用那些沙的聲音去錄 所以是 反而有沙的聲音的好 令到事情好像更加 creepy一點 我會 拍攝是第一次外景 因為之前拍MV 多數都是廠景 第一次在外景 其實最主要是很熱 因為沒有冷氣 以來其實是很多塵 可能比較沒有那麼乾淨 所以個人經常都喉嚨有點不舒服 但是我覺得因為外景的原因 令到這件事令到畫面更加加分 因為很多時候 我們可能在廠景 要搭出來那個景 是不同現實已經有的東西 所以這次我覺得 幾辛苦都是值得的 因為是可以拍到一個很漂亮的鏡頭 以及可以配合到整個環境 令到整個MV更加吸引 這個我覺得 無論多辛苦 多熱都好 我都覺得是值得的 不過就是很辛苦 幕後的同事